所以在听您开讲的过程中 大家这个小纸条的问题 哗哗地涌到我这个系统里 舰上应该也都是年轻人吧 年轻人多 年轻人多 所以这个问题是 此刻面对这样一个团体 面对您的战友和同事们 这些年轻人 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感谢他们 大家有缘走到一起 为了一个共同的视野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走到这个团队 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的这种 专业知识也好 他们的人生态度也好 他们跟我分享的故事 让我从而反思 我自己的人生也好 这是我在其他环境里 学不到的 也感谢他们 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献给我们的航母事业 我们山东舰 有一名女舰员 我曾经问过她 为什么来航母上当兵 我真的没想到她的答案 真的是超过我的想象 她仅仅是一个 大二的一个学生 她说我就要保驾为国 我对她的这句话 深深地感动 我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 是可爱的 所以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在航母上工作是辛苦的 我们常年和家人不能团聚 那这个时候 我们带着对家人的那份愧疚 我们还要投身航母上的各项工作 所以他们都是可爱的 我祝福他们在航母上的工作 一帆风顺 祝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不管你今天在航母上 还是明天还在航母 还是明天转身回到地方 都祝愿大家 能够像我们的航母一让 批波展浪一帆风顺 谢谢